他不会杀雕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是我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 欢迎所有小朋友和爸爸妈妈 来到今天的宝宝加油 我是管家婆董月阿姨 嗯 好吧 开始我们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开心的米粒茉莉芝 爸爸的袜子不见了 米粒的爸爸有一只袜子不见了 他最喜欢这双蓝色的袜子 他宣布 谁能帮我找的袜子 我就给他一个拥抱 他先把衣服篮翻了个底朝天 又趴到高大的洗衣机上去找 他挪开烘干机也没有找到 他费力的钻到床底下去找 靴子里面啥也没有 放袜子的抽屉翻了两遍 结果还是没有 他甚至在大衣柜顶上也找了两遍 就是找不到 哎 真让人沮丧 米粒和茉莉从没看见过他这么着急 也从没听说过他为了什么事而想拥抱别人 这真让他们担心啊 到底是谁拿走了他的袜子呢 他们决心帮助米粒的爸爸找袜子 米粒和茉莉走在大街上 先看看是不是邮递员穿走了爸爸的袜子 可邮递员穿的是一双黄袜子 他们很有礼貌的请麦德婶婶拉起他的裙子 但麦德婶婶穿的是一双粉袜子 他们求弗洛斯特踮起脚尖帮他们摘一个苹果 弗洛斯特答应了这个古怪的请求 哦 这也不是 麦肉的叔叔穿的是高过七盖的长袜子 林培先生拉起裤子说 我也遇到了和米粒爸爸一样的烦恼 只好穿不同颜色的袜子出门 真不好意思 哼 林培先生 左脚的袜子是红色的 右脚的袜子是蓝色的 哦 布莱斯老师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穿袜子 因为穿袜子会让我的脚发痒 农夫好家地伯伯的袜子特别大 而且还是毛纺的 斯米丽医生的袜子是黑色的 护林员 鲍勃大叔的袜子是条纹的 布朗烈神父笑咪咪的说 呃 我 我不穿袜子 光脚挺好的 你要相信袜子是不会丢的 他们只是藏在了袜子天堂里 莫莉的妈妈说 哦 我家的洗衣机里不可能有蓝色的袜子的 说真的 米丽的妈妈说 只有顶糊涂的人才会丢袜子 我敢打赌 爸爸的袜子一定还放在抽屉里 晚上 米丽的爸爸关灯睡觉的时候 把一直跟着自己的小猫咪咪放回窝里 你猜 他看见了什么 对 他那只蓝色的袜子就在咪咪的窝里 爸爸说 咪咪了不起 是天下最棒最棒的猫 并给了咪咪一个大大的 大大的拥抱 是谁 把爸爸的袜子拿走了呢 你们终于知道答案了吧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 开心的米丽莫莉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故事 希望你也一样 好好的品味吧 好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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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